CVR開始記錄 這一個航班的記錄是早上的10點41分14秒 然後接下來他們在討論發動機起火的組織一個程序 然後到了53分的06秒的時候 主員又提及說收賠1號發動機 到了53分07秒的時候 主員提及說確認2號發動機 到了53分12秒的時候 這個時候飛機進入到失速狀態 所以說失速警告開始過動 然後到了19秒的時候 主員又提及1號發動機已經瞬講 或者斷電 也就是發動機要把它關斷的時候 事實上它是要把發動機的這個油門回收 往回收之後接下去它的左右動作 它是瞬講 因為瞬講之後發動機的夜天的角度 會讓飛機在前進的時候 它的主力減到最小 然後這個時候 53分25秒的時候 又是失速警告聲 在作動 到了53分34點5 就是35秒左右的時候 主員聯繫收賠塔塔呼叫 美雷美雷英雄發動機 發生了不明聲響之後 就斷電了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從這個 CBR裡面 結錄出來整個事件發生的順序